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非人称的形式里面包括了简单不定词 也就是pensal这个原型动词 另外就是他有简单动副词 也就是pensando 以及过去分词pensado 以及复合不定词 也就是havere ya pensado 最后呢是他有复合动副词 也就是havere这个注重词的现在分词 aviendo再加上过去分词pensado 我们把它念成aviento pensado 下面我们来介绍他的人称形式 我们说在西语里面 无论这个动词是哪一类的动词 他在乘数式虚拟式命令式可能式的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里面的单副数 都有语尾的变化 那有一些动词甚至有语根的变化 在pensal这个动词里面呢 他有语根的变化 也就是除了语尾 他还有语根的变化 这个语根变化 是把他在语根里面的字母e 变为ye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pensal这个动词 在不同的时事里面 他的动词变化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pensal在乘数现在时 他的动词变化 我们先看重轴包含了 primera persona 第一人称 segunda persona 第二人称 tercera persona 第三人称 以及segural单数 还有prural 复数 我们若把他的人称 跟他的单复数 也就是重轴跟横轴 去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得到 pensal这个动词 在乘数 现在时的动词变化 他的第一人称单数是 bensal 第二人称单数 bensas 第三人称单数 bensal 第一人称负数 bensamos 第二人称负数 bensais 第三人称负数 bensan 我们再重复一遍 bensal 在乘数 现在时 的动词变化 bensal bensas bensa bensamos bensais bensan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bensal 这个动词 他在虚拟现在时的动词变化 我们看重轴 包含了第一人称单数 第二人称单数 第三人称单数 他的横轴 包含了单数 与负数 我们若把重轴的人称跟横轴的单数与负数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bensal 他在虚拟现在时的动词变化 也就是第一人称单数是bensais 第二人称单数是bensais 第三人称的单数是bensais 第一人称的负数是bensamos 第二人称的负数 bensais 第三人称的负数 bensan 现在让我再重复一遍bensal这个动词 他在陈述 他在虚拟现在时的动词变化 bens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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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san 接下来我们来看bensal这个动词 在肯定命令式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也是来看一下他的纵轴 他的纵轴是第一人称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seg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tercera persona 以及他在横轴 单数 单数 singural 负数 brural 我们若把他的纵轴跟横轴做一个对应 我们会发现bensal 他在肯定命令式的动词变化时 第一人称单数 不存在 第二人称单数 是bensal 第三人称单数 bensais 第一人称负数 bensamos 第二人称负数 bensais 第三人称的负数 bensan 我们要稍微留意的就是 他的第二人称负数 是由bensal这个原型动词 所改变的 我们知道我们把bensal这个原型动词 最后一个字母去掉 再加上de 就是他的第二人称负数的变化 我们念为bensais 所以呢 我们说在bensal这个动词 他的肯定命令式的动词变化是 bensa bense bensemos bensas bensen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bensal这个动词 在否定的命令式 他的动词变化 首先 也是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纵轴 primera persona segunda persona tercera persona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以及他的横轴 singular 单数 bensal 负数 同样的 我们把 纵轴 跟横轴 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看到 bensal这个动词 他的否定命令式 是 第一人称 单数 不存在 第二人称单数 no benses 第三人称单数 no bense 第一人称负数 no bensemos 第二人称的附属 第三人称的附属 第三人称的附属 现在就让我来再重复一次 pensal这个动词 pensal这个动词在否定命令式 它的动词变化 no benses no bense no bense 各位同学好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 pensal在 pensal在 在乘数 简单过去时 它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纵轴 第一人称单数 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单数 第二人称单数 seg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单数 tercera persona 它的横轴 单数 singural 副数 brural 我们如果把它的纵轴 跟它的横轴 做一个对应 也就是把它的人称 跟单负数 做对应的话 我们会看到 pensal 他在 乘数简单过去时 他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单数 pense 第二人称单数 pensaste 第三人称的单数 pensal 第一人称的负数 pensamos 第二人称的负数 pensastes pensastes 第三人称的负数 pensaron 现在我再重复一遍 pensal 在陈述简单过去时的 动词变化 pense pensaste pensou pensamos pensastes pensaron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pensal在虚拟过去 未完成时 它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也是 先来看一下 它的纵轴 第一人称 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 seg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 tercera persona 以及横轴的 单数 singural 负数 brural 我们若把 纵轴的人称 跟横轴的 单数 以及负数 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 pensal这个动词 它的虚拟过去未完成时 的动词变化时 第一人称单数 pensada 第二人称单数 pensadas 第三人称单数 pensada 第一人称负数 pensadamos 第二人称负数 pensada 第三人称负数 pensadan 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一组 虚拟式 过去未完成时 pensada的动词变化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组变化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现在我们就来看 这一组 动词变化 它的第一人称单数是 pensase 第二人称单数是 pensases 第三人称单数是 pensase 第一人称负数是 pensasemos 第二人称的负数是 pensases 第三人称的负数是 pensasen 也就是说 虚拟过去未完成时 它的动词变化是 pensase pensases pensase pensasemos pensases pensasen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pensal 它在虚拟将来未完成时 的动词变化 首先也是让我们先看一下 纵轴 primera persona 第一人称 segunda persona 第二人称 tercera persona 第三人称 以及横向的 singular 单数 pensasen pensasen 负数 我们若把 它的纵轴 也就是人称 与横轴 也就是单数与负数 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 pensasen 这个动词 它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 单数 是pensale 第二人称 单数 是pensales 第三人称 单数 是pensale 第一人称 负数 是pensalemos 第二人称 负数 是pensales 第三人称 的负数 pensaren 以上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 有关pensale 这个动词 在虚拟将来未完成 时的动词变化 现在我再念一遍 pensale pensales pensale pensalemos pensales pensaren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pensale 这个动词 在乘数过去未完成时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它的纵轴 第一人称 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 seg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 tercera persona 以及它的横轴 singular 单数 plural 复数 我们若把它的纵轴 也就是人称 与横轴 也就是单数 与复数 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看到pensale这个动词 在乘数过去未完成时 它的动词变化 它的第一人称单数是 pensava 第二人称单数是 pensavas 第三人称单数是 pensava 第一人称复数是 pensavamos 第二人称的复数是 pensavais 第三人称的复数是 pensavan 现在我再念一遍 pensal在乘数过去未完成时的动词变化 pensava pensavas pensava pensavamos pensavais pensavan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pensav在乘数过去未完成时的动词变化 同样的我们也来看一下 它的纵轴 第一人称 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 segu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 tercera persona 以及它的横轴 单数 单数 singular 复数 brular 我们若把它的纵轴 人称 与横轴 单数 与复数 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 pensal 它在乘数过去完成时的动词变化 第一人称 单数 abia pensado 第二人称 单数 abias pensado 第三人称 单数 abia pensado 第一人称 fushu habiamos pensado 第二人称 de fushu abias pensado 第三人称 de fushu abian pensado 现在我再念一遍 pensal 它在乘数过去完成时的动词变化 也就是 abia pensado abias pensado abia pensado habiamos pensado abias pensado abian pensado pensado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pensado在乘数现在完成时它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也是先看一下它的纵轴 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 primera 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 seg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 tercera 也就是它的纵轴 也就是它的纵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纵轴 singular singular 单数 primera 复数 我们若是把它的纵轴跟横轴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pensado这个动词它在乘数现在完成时的动词变化时 第一人称单数 he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has pensado 第三人称单数 ha pensado 第一人称复数 hemos pensado 第二人称复数 haves pensado 第三人称的复数 han pensado 现在我再重复一遍pensado在乘数现在完成时 它的动词变化 he pensado has pensado ha pensado hemos pensado habéis pensado han pensado 现在我们来看pensado在乘数将来完成时 它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也是来看它的纵轴 primera persona 第一人称 segunda persona 第二人称 tercera persona 第三人称 再来我们看它的横轴 segural 单数 prural 复数 我们若把它的纵轴跟横轴 做一个对照 我们会发现 pensado 它在乘数将来未完成时的动词变化时 第一人称单数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pensadas 第三人称单数 pensada 第一人称复数 pensaremos 第二人称的复数 pensades 第三人称的复数 pensadan 现在我们再重复一遍 pensado 它在乘数将来未完成时的动词变化 pen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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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乘数将来完成时它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也是先看它的纵轴 第一人称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seg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percera persona 以及它的横轴 segurar 单数 pen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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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若把它的纵轴与横轴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pensado 在乘数将来完成时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单数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pensado 第三人称单数 pensado 第二人称呼吸 pensado 第二人称呼吸 pensado 第三人称呼吸 abran pensado 现在我再念一遍pensado 在乘数将来完成时它的动词变化 abrei pensado abras pensado abra pensado abremos pensado abreis pensado abran pensado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pensado 在简单可能式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纵轴 第一人称primera persona 第二人称segunda persona 第三人称tercera persona 以及它的横轴 singural 单数 plural 复数 假如我们把它的纵轴跟横轴去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它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单数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pensado 第三人称单数 pensado 第一人称复数 pensado 第二人称的复数 pensado 第三人称的复数 pensado 现在我再念一遍 pensado 在简单 可能是它的动词变化 pensaria pensarias pensaria pensaríamos pensarias pensarian pensaria 现在我们再来介绍pensaria 这个动词 它在复合可能是 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纵轴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Pensal它在符合可能式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纵轴 Primera persona,第一人称 Segunda persona,第二人称 Tercera persona,第三人称 以及横向的Singural Pensal,单数, plural,复数 我们如果把纵轴跟横轴 做一个对应的话 我们会发现 Pensal它在符合可能式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单数 Habria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Habrias pensado 第三人称单数 Habria pensado 第一人称复数 Habriamos pensado 第二人称复数 Habrias pensado 第三人称复数 Habrian pensado 也就是说 Pensal这个动词在符合可能式的动词变化是 Habria pensado Habrias pensado Habria pensado Habriamos pensado Habriamos pensado Habriamos pensado Habrian pensado 现在我们来介绍Pensal的虚拟 现在完成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做一个动词做一个对应 我们会发现 Pensal它在虚拟现在完成时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单数 Habria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Habria pensado 第二人称复数 Habria pensado 第三人称复数 Habria pensado 我再念一遍 Pensal在虚拟现在完成时的动词变化 Habria pen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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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Pensal在虚拟过去完成时 它的动词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纵轴 Primera persona 第一人称 Secunda persona 第二人称 Tercera persona 第三人称 以及横轴 Singural 单数 Brural 複数 我们若是把它的纵轴跟横轴做一个对应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它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单数 Habria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Hubieras pensado Hubieras pensado 第三人称单数 Hubiera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Hubieramos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Hubieras pensado Hubieras pensado 第三人称 复数 Hubieras pensado 在这一组动词变化之外 我们还会看到 Benzal在虚拟过去完成式的另一组动词变化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第二组动词变化 第二组动词变化 第一人称单数是 Hubieras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是 Hubieras pensado 第三人称单数是 Hubieras pensado 第一人称复数是 Hubieras pensado 第二人称复数是 Hubieras pensado 第三人称复数是 Hubieras pensado 我再念一遍 Pensal 它在虚拟过去完成时 第二组动词变化 Hubieras pen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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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纵轴 Primera persona,第一人称 Secunda persona,第二人称 Tercera persona,第三人称 以及横轴的Singular单数 Plural副数 我们若是把纵轴跟横轴做一个对应 我们会发现 Pensar它在虚拟将来完成时的动词变化是 第一人称单数 Hubiere pensado 第二人称单数 Hubieres pensado 第三人称单数 Hubiere pensado 第一人称的负数 Huberemos pensado 第二人称的负数 Hubieres pensado 第三人称的负数 Hubieren pensado 现在我再重复一遍 Pensar在虚拟将来完成时它的动词变化 Hubiere pensado Hubiere pensado Hubieres pensado Hubiere pensado Hubiere pensado Hubieremos pensado Hubiereis pensado Hubiereis pensado Hubieren pensado 以上就是我们所介绍有关Benzal 它的动词变化